现如今,沙特连军仍然纠结在野门战事中,胡塞武装面对强势攻击,也没有选择退缩,相反的一直都找机会对沙特下手,而沙特首府最近就差点被胡塞武装导弹击中,据说这款导弹型号为火山H2, 应该是伊朗导弹改制而来,射程在1000公里,处于中型导弹,但是足以覆盖沙特大部分地区,为射力还是非常强悍,是让沙特一直处于神经紧绷状态,但是最让沙特觉得害怕并非这款导弹,而是花重金在美国手里买来爱国者导弹, 正常来说,爱国者拦截这样导弹,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事情,但是沙特身先导弹攻击时,射款高大上的系统却表现不尽人意,儼然成了一个摆设,看来美军装备神话就要破灭了, 沙特曾经发射五枚爱国者,才成功击落一枚火山H2,不说极度,如此高的防御成本,也让土豪吃不消,不在武装材力远远不能和沙特相比, 所以这样导弹对他们来说,也算是一件重要的武器了,自然不能随意使用,所以基本都用在了打击沙特首府尼亚的上面,虽然几次都没能达到预期效果, 但是这个导弹让沙特忧心忡忡,巨悉,这款导弹虽然是出自伊朗,但其最初原型却是苏联飞毛腿,因此这场对决可以说成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武器较量, 关于爱国者的性能,美国表示该导弹已经在沙特成功拦截过一百多枚导弹,而且其中就包括中型弹道导弹,算是位置挤爆了个不平, 之前美国官方称爱国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%,但是此前在海湾战争中,他们却有9%命中,所以美国说辞真的是难以让人信服, 不知道沙特是否还能放心使用爱国者保卫自己的国家,谁用走着探论?